由休斯顿华星艺术团主办 好运地板批发公司特约赞助的 2016国际辣妈大赛决赛级颁奖晚会 于11月18号晚在斯坦福中心成功落幕 11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 来自休斯顿、达拉斯、西雅图等地区的 23位优秀辣妈一展风采 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了辉煌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016国际辣妈大赛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大力支持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李强明大使签发贺电 大使夫人曾红彦女士亲自率领总领事馆 全体外交官参加颁奖晚会 给予了辣妈大赛组委会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休斯顿市长透纳为了赞扬国际辣妈大赛积极向上 传递正能量的精神 为此市长特别办法公告 把2016年11月18号定为国际热门妈妈节 国际辣妈日 市长在贺涵中写道 国际辣妈大赛不但传播了中华文化 同时还提高了休斯顿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当晚美国国会议员Al Green先生特派亚裔代表 谭秋勤女士来到颁奖晚会现场带颁奖状 表扬国际辣妈大赛为增加社区文化活动 团结各族裔创造和谐社会所做的贡献 大赛总次化陈铁梅介绍说 大赛评选内容积极健康 以提高已婚女性的社会影响力 关爱社会树立杰出妇女榜样为主要宗旨 通过Hot Mama辣妈大赛的举办选拔出的女性是 财猫双全充满爱心积极向上的健康女性代表 是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的爱心使者 用优秀辣妈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成为青年女性树立学习的榜样中 本届辣妈大赛主办人休斯顿华兴艺术团团长 鲍林在致辞时表示 女性在家庭中担当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 常常忽略了自我 举办辣妈大赛不仅让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 重拾自信 同时这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平台 勇于走上舞台的辣妈都是赢者 晚会的总导演徐丽 将心独运地将参赛辣妈的才艺表演和走秀 穿插在整台颁奖晚会中 才华横溢的辣妈们和特邀嘉宾 精彩绝伦的表演 获得了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2016国际辣妈大赛的奖项在当晚全部揭晓 杨丹妮和董格分别获得活力组和优雅组冠军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明大使妇人曾鸿燕女士 和颁奖晚会主席 Danny Pan共同为两位冠军辣妈颁奖 为了体现国际辣妈大赛关心社会家庭和谐 热爱生活秀出自信的宗旨 辣妈大赛的组委会把本届大赛门票的部分收入 捐给了休斯顿自闭症儿童基金会 国际辣妈大赛创始人陈铁梅 捐赠支票给自闭症儿童基金会 基金会负责人Tami和喜小春接受捐款 由休斯顿佛光山中美四尖四绝安法师见证 2016年国际辣妈大赛在全体参赛辣妈合唱 难忘经销的优美歌声中落下圆满的句号